大家好,我是颜太郎 继续为大家分享一下下周的港股 恒生指数和A股行情 如果大家觉得有帮助的话 请帮忙点赞转发 首先我们还是做一个恒生指数的一个复盘 然后再讲一讲A股和港股后面的行情 我们看一下变盘日吧 变盘日,颜太郎给了三个变盘日 第一个是周一,第二个周三 第三个周五,周一三五 我们看一下 周一的话有一个下跌 周三有一个小高点 这个小高点应该是最高的 周五回调 类似于头肩顶的两个肩的感觉 所以说变盘日还是有极重要的参考意义 颜太郎认为洗盘的时间不够 就是说很难可能出现,很难暴涨 所以说是这个意思 洗盘时间不够 而且要注意就是说颜太郎的第二目标 这个第二目标达到之后呢 会进入一个比较长期的震荡磨人的行情 为什么这么说呢 颜太郎在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 指出了就是这个目标是190到197之间 大家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周K线图 他在到达颜太郎第一个目标之后呢 进行了三个月的一个回调 震荡,然后再往上拉 那么这一次可能有可能类似的 不一定有三个月 但是说不可能就一下子拉上去 因为这个地方套牢的人很多 不可能让你马上就是解放 肯定要震荡震荡把这些套牢把它洗掉 然后再可能会往 可能往上涨啊 目前所以是这个颜太郎主观的一个预判 所以注意这一点 那么点位的话 我们看一下过去一周的话 其实震荡的范围都很小 那么最高是209 最低是大概是203 大家看一下啊 基本上在这个范围之内吧 203在这个地方 209没有超过211 也就是比较小的一个 责福的一个 狭窄的责福的震荡 那么我们看一下那个下周吧 下周的话 变排日大家关注一下 10月28号周一 还有10月31号周四 以及11月1号周五这三天 那么颜太郎个人认为 可能会继续震荡的洗盘 而且有可能出现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回调 因为现在是刚才说了 进入了颜太郎的第二目标 到达第二目标之后的一个震荡 磨人的行情这个时间范围之内 那么不可能就是 不是不可能 有可能就是需要某一段时间 才可能往上拉 那么所以告诫大家 要注意这个震荡磨人的行情 那么收盘价是2015左右 那么支撑下周的话 大家关注204和197 然后这个压力点位的话 大家关注一下 207 211 214 以及218 那么第二中长期目标的 中长期目标第二个点位 就是也是这个地方 也要注意一下 大家看到这几个 相当于有共振的 共振的压力 所以这个压力可能会很大 那么 这是短期的一个节奏 大家看一下 那么短中期的这个节奏呢 大家关注一下 还是197和190之间的这个区域 是一个支撑的区域 那么 这上面的是225到223 是一个压力区域 目前在这个区域里面震荡震荡 不知道要震荡多久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肯定不是到下面这个支撑区域 就是到这个上面的 短中期的压力区 我们把这个往右边挪一下 目前这个行情 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只不过在这个地方 高位买多的人 可能被套牢了 可能很难受 但如果是不要追高 那应该没问题的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197是短期 中期 还有长期的一个 共振的一个支撑点位 也就是这个黄线 在这个位置 有可能就是说 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弹 或者说是反转 当然具体是不是197不知道 有可能在这个区域之内 我们看日K线图吧 日K线图 沿太団这个今天视频标题说 小心就是大幅回调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有可能 就是说这个地方 比如说这个地方 再往上 反弹一下 反弹一下之后呢 然后再 我们画个黄线吧 然后再往下来 到这个附近 然后再往上拉 这是纯主观想象的 大家不要作为交易的参考 就看这个K线图的感觉 所以沿太郎说 小心未来的下周 或者未来的某一天啊 突然就是从比如说 跌个1000点啊 比如从211 214左右 跌到了197 就1500点 然后往上 再往上拉 这个是 这个是行情的 经常的走法啊 大家看一看过去 就知道了 对吧 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 一直一浪浪的下跌 然后再往上拉起来 当然这个时间 是不知道多少啊 但目前 个人主观觉得 这个时间还不够的 为什么 大家看一下 这个现在我们 现在是 跌到了15日均线之下了 但是呢 还是在6日均线之上 也是中长期 还是这个上升的 一个节奏 因为这个地方 长太快了啊 还是 可以说由于天道吧 均值回归 它肯定要么是通过 这个时间的 不断的磨 让这个均线和 比较接近 就是让这个 60日均线和 200日均线往上走 要么就是突然下跌 跌到60日均线 完成回归 再往上走 这个是下周的 恒生指数的 行情的一个预言 我们看一下 之前说的啊 之前 之前说的 港股的这个里程碑 以及说怎么 怎么去踏空到 港股A股怎么办 其实以前说到了 不要盲目追高 可以在那个 就是在达到 中长期节奏的支撑位置 或者回调到 里程碑的点位的时候 去买 那么这个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里程碑的点位 也是一个中长期的 一个支撑 当然二 两万点附近也有一个 那么所以如果到 这个附近 可以去建立这个 中长期的这个仓位 那么看一下A股 A股的话 跟港股好像走的 差不多的样子 我们看一下A股 A股是上证指数吧 上证指数 走的差不多的行情 所以说A股也可能是 注意A股下面的 有一个支撑是 317还有310吧 就是这个附近 就是相当于A股的 中长期的支撑区域 在这个地方 有可能是跟港股同样的 下来之后呢 再往上 往上走 那么这个时间 要多长呢 就不知道 不知道多长 但是感觉这个时间 还不够 目前这个时间不够 打个比方 如果说是两个月的话 那么就是要到 60天 60天我们看 就是12月底吧 就年末了 有可能要正当 磨人到年末 但这个不是直向 可能震荡震荡下行 那么港股也是的 港股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个时间不够 我们就画两个月 打个比方 有可能是一个半月 或者一个两个月 但我们不知道 就是 这个之前画过 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画过 应该是上周 或者上上周画的 也就是说 这样吧 所以大家在这个 未来一两个月 做好这种 长期的震荡的心理准备 有可能往上 跳到这来 比如跌到这来 或者趁机到下面来 都可能 所以说这是 颜天朗主观的 一个预判 那么总体来说呢 我 建议大家不要去 就是说 追高 不要盲目追高 你不管是 做这个 做短线的 做短线的 还是中线 还是长线 都要根据 这个短线的 短线的节奏 中期中期的节奏 长期的节奏 去操作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 这个风险的控制系统 才可以 当然这是 周内的一个 就是支撑压力 其实在日内 也有一些支撑压力 也可以推算出来的 但是颜天朗 没在这儿讲 因为日内的话 变化太多了 所以一周 一周之内 可能变化很多 所以没在这儿讲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 希望能够给大家 一些参考 如果大家觉得 有帮助的话 请帮忙点赞 转发 谢谢大家